我們今天終於要來開箱新家Room Tour 就是已經拖了好久 然後就是把一些傢俱啊櫃子那些幾乎都補齊之後 就準備來大開箱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我們玄關就交給蕭來介紹好了 好現在由我來介紹玄關這個區域 首先我們進門看到就是會看到我們的招柴貓很可愛 這是我們買的 然後聽說要放進門的左邊45度角 就把財運招進來這樣 然後這是我們的那時候入錯的發財經 這個鐵盤是Room去找的 我們就是把它拿來放鑰匙 這個是現箱盤 偶爾我們會拿那個現箱來點 然後讓家裡有香味這樣 然後這邊就是放瓶瓶罐罐 就是防溫液啊消毒酒精 然後還有它的香水 幾乎都是它的 我做一罐 在這裡 可是我也沒想在噴啊 好我們來看我們的鞋櫃 這個鞋櫃是我們去找廠商 然後我們有挑顏色 我們上面就是擺這樣 這個中間這個 就是我們去IKEA買的架子 它這個很好用 因為我們上下夠高 所以我們剛好可以這樣擺進去 就變成它說 它兩雙鞋 本來可以只能放一雙鞋 變成可以放兩雙鞋這樣 也很方便 然後上面那層就先暫時 台南Outlet買了一雙 NB5740 超好看 之後我們可能會出去 穿這雙出去拍照這樣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下面 下面我們基本上就是放 情侶鞋的 然後左邊就是我的大鞋子 左邊是它的 Ariel的 然後右邊是我的鞋子 幾乎都是同款的 對都是同款的 放在這裡 都在這裡 好 然後來介紹我們這個籌屁 這個左邊 跟右邊 基本上都是 Ariel買的口罩 他買超多的 整個爆滿你看 這裡只有兩個地方是我的口罩 這個小的這個 藍色的 跟這個黑色的 這兩個是我的 其他都是他買的 然後這個黑色也是我買的 黑色也是他買給我的 我買太大了 就是手心很大 帶給大家看 這就是最新韓國流行的那種 戴起來感覺就很立體 對啊 就很好看 昨天這個也是 有一點 幾乎都口罩 喔 對 都口罩 然後放購物袋 然後這裡是我們的 放發票的地方 發票的地方 OK 還有酒精綿片 喔還有一些 喔還有酒精綿片在這裡 好 然後我們也有放零錢的地方在這裡 這是我們放發票或零錢 之後 要再找一個比較好看的盒子裝 對對對 好 那我們 鏡頭轉過來這個大門這裡 這裡就是我們 這些磁鐵都是我們去IKEA買的 有大的跟小的 然後小的買了好幾個 因為我們想說可以拿來貼拍力的 就貼在這面牆上 就很有家的感覺 比較溫暖這樣 看一下 就幾乎都是我們的回憶這樣 然後這個大的我們就拿來加 帳單啊 或是一些比較大的明信片 OK 然後再倒過來 這邊是我們的 我們那時候去找的 因為我們本來要客製 自己去網路客製化那個 很大的全身鏡 可是 我們後來有找到一間玻璃行 然後他跟我說 剛好他那邊有一個很大塊的全身鏡 然後 原本是他放在店裡面給人家賺試用的 然後他就便宜賣給我們 我們就買 這個就買一千塊這樣 然後剛好遮住後面 我們後面原本是電箱 這一大片都是電箱 然後我們就拿來當 剛好 穿全身鏡 然後出去拍照 欸出去 穿完鞋子的時候 也可以看一下自己的 服裝衣容這樣 就例如像這樣走過來 然後就 YA 我們那時候在JKS買的那個 算是他是 原本是露營椅啦 可是我們就把它拿來放在玄關 當作那個 穿鞋子的椅子 可是大部分的用途其實是 一進門然後就把東西丟在這裡 然後這幅畫就是 常常出現在我們版面 我們那時候拼了 兩天兩夜 五時五刻都在拼這個拼圖 然後我們把它拿去錶框 一進門就可以看到這個畫 這白葉窗就是 那時候我們去選 去窗連天選 然後 因為 就堅持 ERR就堅持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木白葉 然後我們就 決定把木白葉放在這個 我們的 玄關 玄關的窗戶這樣 剛剛沒介紹這個 右邊的鞋櫃 右邊的鞋櫃就是 從高到下這樣 然後我們最下面那層 我們就是把它拿來放 比較長的 像他的 馬靴 然後這裡基本上都是 運動鞋 就是我的 我的運動鞋跟他的運動鞋 然後跟一些 鞋盒 鞋盒類的 好 然後這個是 也是我們去IKEA買的 那叫什麼 芳香劑 香香的 對 還蠻香的 對 真的蠻香的 然後我們最下面一層 有做那個透氣孔 對 再找一下 對 做透氣孔 對 然後我們最下面這裡 原本是 我們要給掃地機器人 因為我們最下面有留插座 找不到 插座在哪裡 有有有有 原本有留插座 原本是要給掃地機器人放的 可是 後來我們就是 看了看我們就買了 有集成盒的掃地機器人 所以他的高度就是 已經超過這個 這個勘戰 所以我們就是 也沒有用到 然後我們就把它拿來放 我們的拖鞋 什麼的 對 所以這邊就是 比較沒想到 好 然後這邊是 這個是 也是我們在IKEA買的 室內拖的鞋架 然後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去IKEA跟我們看看 他們 或是去他們店裡看看 真的有很多 很便宜 也有很實用的 小屋 雖然放起來有點擠啦 因為我們買的拖鞋 比較大雙 比較厚 比較厚 比較厚啦 我們買拖鞋這一雙 我們覺得很好看 所以我們就是 把它買了 四種顏色 三種顏色 各兩雙 所以我們買了六雙這樣 我們去加入購買了 一雙好像 219還是1919 一兩百而已 很好看很好看 對阿 好 因為我覺得IKEA的東西 就是幾乎都白色阿 然後就也擺搭這樣 便宜有使用 等一下廚房阿 還有客廳也都有 IKEA的東西 到時候我們再跟大家說 好 好 那我再補充一下 這一個鞋靶 也是在IKEA買的 然後它有兩種的 材質 一個是像 像我們這種 這種鐵 欸 有點鐵劍的感覺的 而且它比較高 然後另外一種是塑膠 然後比較矮 那你在穿鞋就很方便阿 可以直接這樣子穿 對 然後我們玄關阿 地板 我們有做一個分隔 對 就是這邊這條線 然後因為 我們這個是沒有直接 平行的 所以變成說它做起來就是會有點斜斜的 但是我覺得也不錯 就我們跟設計師討論出來就是 跟裝潢的師傅討論就是 做斜的 地板阿 對 地板師傅 地板師傅 因為原本是想說做到這裡 做到這邊 可是這樣會很怪 就是卡在廚房的門一點點 對對對 這樣就變成說廚房會有兩種材質 對啊 就會變得很奇怪 然後我們這邊這一區塊就是都是 鞋子可以直接踩進來的 踩進來 然後到這邊就會換室內拖 對 我們這兩種顏色都不一樣 裡面是 外面是深灰色 然後裡面是淺灰色 我們就是區分成室內外的一個格格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想說鞋子穿進來 在這裡也可以穿鞋子 然後穿來鞋子 在全身季那邊 也可以就是 看我們穿鞋子後面 長的樣子 的樣子這樣 好不好看 做起來的感覺也很好看 嗯 沒錯 好 那我們看一下天花板 天花板就是 我們是沒有做天花板的 然後他就是 把線 因為我們就是想要這種 有點工業風 對 所以他們就用一個 比較好看那種仿舊的 管路 仿舊的那個 很像舊水管的那種感覺 把線收起來 然後這邊 軌道燈 這樣 對我們就是幾乎都是做軌道燈 然後我們這邊也是做 也是有做一個 一盞燈這樣 對因為想說就是 還是可以 讓這一個玄關區就是 有一個亮點 對 的部分 開關就是在這邊 對 開滾滾 然後這邊就是上面的軌道燈 對 然後他特別下面也有做那個燈 對 就是讓下面也不會那麼暗 嗯 然後對講機的話是 一開始鍵商就附在這了 啊 因為我們想說就是 玄關這樣其實 也不會特別不好使用 那玄關大概就這樣 我們要介紹完畢 我們就來看廚房的部分 就交給Ariel來介紹 那接下來廚房的部分就由我來 跟大家介紹 好 那我們就先抬燈 這一個是廚房的燈 然後廚房它原本這邊是 就是 因為我們 對我們怕說開門會 雖然沒有直接面對廚房 但是還是想說 做一個拉門 讓空間有一個 分隔的感覺 然後在煮菜也怕油鹽會多少飄出來 嗯 所以我們還是做了一個玻璃拉門 那這個玻璃啊 我們是選那個長紅玻璃 對 其實一開始我是覺得 我是不喜歡這個長紅玻璃的 但是後來就是 嗯 我們中房老闆也建議 然後 小也覺得 欸你長紅玻璃其實不錯 後來 看到實體 我覺得 這啊 就是 它不會像透明玻璃 那麼的 清楚就可以看到裡面的東西 它是有點可以就是 模糊 模糊 對 不會太明顯的 把裡面的東西就是都 一開門就看到 所以我覺得 玻璃拉門很推薦 好 那我們就進去吧 我們一進門 左手邊就是那個 電氣櫃 我們總共有三層 我們第一層就放那個 複集地的微波爐 因為 就像消說的 家裡好像還是需要一台 微波爐 平常在加熱東西就是 比較方便 然後也快速 第二層我們就放那個 美善雅的 這個叫 氣架烤箱 那 它的話就是 我們在那個 好市多的黑舞 購物節 嗯 然後去買的 然後買這個 有一個很好笑的故事 就是 我們就是推車去逛 然後就看到 欸好像有幾個人 站在那邊 然後 然後就是 還聽到有人打電話說 欸欸欸欸 剩幾台而已啦 然後我們就聽到啊 我們想說 啊這是好用嗎 然後我們也根本沒查過資料 然後也不知道這一排的東西 然後我們想說 不管了啦 先拿一台啦 我們先拿 對我們就先拿 然後在那邊查資料 就說 喔這個好像不錯 而且它還便宜 我記得兩千多左右 對 因為原本一台是八千多 嗯 然後我們買了六千多的樣子 嗯 然後後來我們查完 就覺得說 喔OKOK就給它買了 然後結果我們逛了一圈 再回來 就空了 對 對就是幸好我們有先拿 嗯 就是對 然後這一台氣炸烤箱 它就是有很多功能 然後 嗯 這個就是氣炸的快捷鍵 然後它還有其他像是可以低溫啊 然後還有什麼 烤杯枯的啊 吐司啊 那些 就很多功能 然後它還有雙風韌模式 然後這就是它的燈 對 然後就按開始 然後它這個介面是 它是用這個旋轉鈕去調溫度啊 跟時間的 嗯 嗯 對 那這一台非常深得我們心 就是 因為它長得真的太漂亮了 對 而且就是很符合 我們想要的工業風的感覺 對 所以這台真的是買得很讚 那它裡面啊 打開就會有一個氣炸欄 這種氣炸欄 然後下面還會有一層烤盤 好 那接下來我們第三層就是放那個電子鍋 那因為這個電子鍋 我們當初也沒有特別想要哪一個品牌 所以這個是我們就是用電器 那個買電器 然後贈送的贈品 對 所以基本上 這就是我們就沒有特別挑它的外觀啦 對啊 就是 家電行送的禮物這樣 對啊對啊 也很謝謝 對 然後我們這邊有做拉的 因為它放鍋在運作的時候 它這邊會有蒸氣 所以我們有特別跟那個師傅說 就是這邊要做一個拉出來 可以拉出來的抽屜這樣 OK 然後我們裡面每一層都有插座 對 然後都是兩個 兩個插座 然後第二層也有 第一層也有 最上面啊 因為不可能電器放那麼高啦 所以 最上面我們這層就是做收納櫃子的使用 目前裡面就是一些 袋子啊 對啊袋子啊 筷子 跟免型筷子類的 那最下面那一層也有做抽屜的收納 那這裡面我們就是放一些就是海苔啊 一些泡麵這種之類的 黑糖 對 麵線 然後再來的話 進來的話 我們右手邊的話就是我們的 客位 對 浴室 那個廁所 然後 廁所裡面就需要介紹 不用不用 就很基本 對 然後外面就是我們 我跟蕭耀一人一件的圍裙 嗯 然後還有這一支 電紋牌為什麼會放在這邊呢 就是因為我們非常多的過癮 然後這個電紋牌就是號稱是最美的電紋牌 那它的牌子我們再補上來 然後它長得真的很漂亮 對啊是白色 而且它還有設計 你這樣子打它 它就是有一個傾斜的角度啦 你打牆壁 可以讓你更貼合這樣 就是這樣打 不會說如果都是紙的話 你手等於會壓到有沒有 你就沒辦法貼合牆壁了 它顏值真的很高啊 所以 還蠻推薦的 接下來的話 電器材旁邊就是我們 我們有留一個空間 要放冰箱的 然後這一台就是 Painasonic的冰箱 那我覺得這一台的冰箱 顏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超美的 然後它還有很多功能 對 然後這一格是說什麼 日製的 裡面的話 就是一些 放一些 有的美的 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就是 沒什麼吃的幾乎都是飲料 然後這邊都是一些營養食品 醬料區 它這一個還有一個 製冰盒 對 然後它的那個 小鏟子很可愛 它會自己製冰 對 它製冰的地方在這邊 這邊 這邊有一個水 它把水裝滿它就會 感應 它會感應沒有冰的話 就會自己製冰 對 很方便 然後這一個的話 它說是那個 好像是微凍結的吧 反正我們就是拿來放魚肉 嗯 然後再來下一層 這個是冷凍粿 然後就是滿滿的冷凍食品 然後這個有兩層 嗯 對 然後最下面一層就是蔬果 蔬果柿 然後我們的米 就放在這邊 然後這一個 是我們在那個無印良品 買的米桶 嗯 然後它的顏值也是非常高 它這個還可以打開 然後 倒米 然後蔬果柿一樣是兩層 一一二 嗯 好冰箱大概是這樣 再來的話 冰箱這邊 我們旁邊就做了 買了一個磁吸式的 的收納架 然後上面就是 好吃多好吃的胡椒鹽 然後一些調味料啊 然後一些保鮮膜之類的 然後這個就也是IKEA買的 可以夾的 隔熱的 下面就放衛生紙 夾子 然後跟那個餐巾紙 然後這個手帕就是 長得滿可愛的 嗯 去那個佳樂福路過看到的 然後這邊也掛了一個那個 IKEA的 隔熱手套 嗯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 砧板 也是因為它的顏值而買的 這是韓國的牌子 那牌子 我們都會在下面再多做補充 這邊 這邊有 它這一個就是一次分四個 因為我覺得砧板也是非常需要 有一些什麼分類 譬如說 切水果的 切肉的 切菜的 然後它的顏色又非常好看 是有種有點霧面色的感覺 它是一組的啊 有送這個 砧板的收拉架 然後它下面是樓空的 所以它也是可以滴水 那因為我們怕水滴水 我們就是 有放個抹布去洗水 旁邊這個是 ASOL的洗手乳 然後它是柑橘口味的 很香 然後這個是 之前的沐浴乳 然後我們拿來裝洗碗巾 然後這就是建商附的 洗手台 再來這個就是我們上那個蝦皮去買的 五橫掛鉤 它就是用那種免釘膠的 因為我們不想要 就是對牆壁那些有一些打動的 磚孔的傷害這樣 嗯 對 那我們購買的顏色 我們幾乎就是以 黑色白色銀色去做選擇 這是好士多買的糧食 這個是以德利買的那個水果皮的刀子 然後還有以德利買的刷刷刷刷的那種 可以蘿蔔絲啊小黃瓜的 這個是那個小媽媽送我們的洗米的 也很好看 對 那這個是IKEA買的 可以放像這樣 放骨蓋 還有一個IKEA買的 就是可能煮到一半 要放個湯匙的地方 嗯 這個就是建商有附給我們的IH爐 左邊是IH爐 右邊是那個電桃爐 再來的話 就介紹櫃子吧 櫃子這邊打開 嗯 我們一樣就是放了一些很多雜物啦 嗯 那這一個 因為我們的這個層櫃蠻高的 所以我們就去以德利買了這種 可以分層架 對分上下 就是有多那個收納空間 還有以德利買的保鮮帶 夾鍊帶 我覺得很好用 因為它有各種尺寸 IKEA 我講錯了 是IKEA 對 對 就這樣 這個也是IKEA買的 就是 可能你有一些 咖啡豆還是什麼 的包裝 可以這樣夾 但是 目前沒用到 但是我覺得它就是 有可能會用到 所以就先買起來放 這個的話 就是很好看的 餐廳 對 HOLA買的 餐店 餐店 對 所以我還是要有點衣食感 再介紹一下 我在五印良品買的 木布 就是它長得非常好看 然後椅子又很多條 所以我就買了 喔還有 IKEA的杯夾 對 我們就把它放在裡面 再來這一個的話 就是調味料 然後跟一些保鮮盒 收納盒 對 然後這邊就沒有東西 這個就是 建商的那個 抽油鹽劑而已 好 接下來 這邊 下面就是一樣都是收納 那我們放一些洗碗精 會用到的洗碗粉啊 跟一些洗碗用的沥水籃之類的 那旁邊這個是建商附的放菜刀的 然後這邊還有掛鉤 可以掛一些東西 對 再來的話 這邊這層 這層就是放一些筷子 然後這個是IKEA 可以切蛋的東西 然後大概就這樣 第二層的話 就是一樣放碗 碗類 然後IKEA買的涼杯 因為我覺得 煮飯這種東西 就是有時候 還是需要涼杯 才能夠大概 直到你倒了多少水 第三層的話 這個 就是放鍋子類的 因為它比較高 然後這一個 這個是在那個 以德利買的 就是 裡面怎麼有一個味噬 我放了 不然它都沒東西 沒放東西很快 害我突然 不知道怎麼介紹 這個是我們拿來放那個 垃圾的啦 我把它洗乾淨 拿來放味精 灰塑 好 再來的話 地上的這個腳踏墊 也是在以德利買的 然後 它是說就是踩上去 會可以讓你的腳 就是比較有減壓的功能 那我覺得 真的站上去 是真的有那種 減壓的感覺 不會像你站在硬硬的地板 你可能腳會成熟更大的 承受力 對 承受你身體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這個廚房的這種 減壓地墊 讚 一定要買 好 接下來的話 換這個層架嗎 對 這個層架是在IKEA買的 因為 你看我們還有這個 大銅電鍋 我們光是那個電氣櫃 就放不下 所以我們就去IKEA 再買了一個 層架 然後我們就以白色為主 然後 這個是我哥哥他們 送我們的那個 伊萊克斯的 熱水壺 對 熱水壺 然後 這個 保健食品 這個是IKEA的 隔熱電 然後 這個 也是IKEA的收納盒 裡面 對 因為便宜好用 然後裡面就放一些 保健食品 IKEA的收納欄 放一些 茶包 肉鬆 黑糖 之類的味噌 然後第三層的話 是 烤吐司機 在這邊 然後這邊放了一個 在JKS買的那個飲料的 杯墊 杯墊 對很好看 然後這邊是我最近 剛入手的一些 可以拎在冰箱的收納 放一些洋蔥啊 什麼的 可以讓冰箱更沉氣 不會都是用那種 塑膠袋包起來 就會很雜亂 然後過一陣子再來整理 然後下面也是收納盒 就是也都是冰箱的保鮮盒 收納盒 然後最後一層的話 一樣都是因為 喝的 膠原飲 然後跟一些飲料 大概就這樣 然後這個 是我們在IKEA買的 垃圾桶 因為我想說回收的地方 回收的體積都很大 所以我們就買這種 比較大的膠材式的 這樣 然後 一般的垃圾桶 就是這種 是感應式的 你可以用手 然後讓它感應 然後或者是你也可以用腳 這樣就很方便 來介紹這個是在IKEA買的 那個 黑色的階梯 就如果 有比較高的地方需要拿的話 我們就可以採 採這個 再來這個就是IKEA買的 掃把 建商它原本這個地方是 附烘碗機 但是我覺得就是 一定要有個洗碗機 這樣你才會想要煮飯啊 就是比較不會覺得洗碗很累 好 反正我們買的是那個 EXCO的洗碗機 對 然後 型號我們會再拿上去 那這個 我們給它 打開 然後它有分上下層 那我們就剛好來放一下 剛剛吃的完 剛剛吃的完 然後就是這樣 分類 把它放進去 然後鍋子的部分 我通常會稍微沖水一下 因為它最後啊 它菜渣是會 會吃在這邊的 那我為了就是 不用太常清菜渣 所以有 比較大的一些菜渣 我會先沖水之後再放下來 然後盤子就可以放這邊 然後這邊就是放碗塊的 這邊還有一層可以放一些小盤子 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那如果這一台 那這一台的話 就是按鈕在這邊 就可以先按 這裡 對 然後就關起來 到時候它這邊螢幕就會亮 就可以選 選它的一些功能 強力啊 還是先沖就好 這個的話是 它如果有亮燈就代表它洗完 會自動幫你打開 會自動這樣打開 讓你變 就是可以烘乾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台很讚 然後開始就按這一顆 對 這是我們的洗碗機 然後陽台就是放洗衣機 然後有一個防塵 防塵 防塵蛋 然後洗衣粉 這些 這個方向包就放這個 架子 架子 但是沒有很推薦 因為它雖然是有輪子 但是它 難推 對有點難推 而且它太輕了 所以它很容易就要解體 我們的洗衣機型號是 這個 山陽的 媽媽的 11通經的 對 12還是11 11還是12 然後這邊就是放任何器 然後跟室外機 然後這邊有健康負的馬達 對 會陽台就是帶這樣 還有雙水龍頭 雙水龍頭 這樣我們所有這些洗衣機 我們還可以就是洗陽台啊 解水管之類的 我們今天就先介紹我們 玄關跟廚房跟後陽台的區域 那下一集我們會再繼續介紹 客廳和主臥前陽台 對 OK那我們下集見啦 拜拜 請期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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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